Hello大家好 欢迎来到无油房车行 我是老郭 今天我们主要讲一下 房车在冬天能不能使用 这个冬天是指的北方的冬天 而不是说南方的冬天 如果你想 在冬天拉着你房车出去看病的话 你应该做什么样的准备 你应该在什么地方 有一些什么样的改进 今天我们讲的主要是技术上面的东西 是使用房车的技术方面的 如果您是对旅行 对风景什么之类的感兴趣的 你今天可以完全跳过 不用看这一期节目 这期完全是技术上的东西 很枯燥 房车到底在冬天能不能够使用 这里面有几点要说明的 首先原则上讲 如果你有无穷无尽的供暖的话 你任何一个房车 你都可以在冬天 在任何一个温度冬天可以使用 这个没有问题 最主要的问题是 你怎么样在经济适用的情况下 在冬天来使用 那么我们现在就从两方面来说 第一方面 首先你要确定 你的房车 是什么样类型的房车 大概从保温保暖上面来说 房车可能主要是有两大类 一类就是我们普通的房车 另外一类就叫做四季保暖的房车 在业界有一个所谓的四季房车 大家你要买房车也好 什么时候看到房车旁边会有一个标签 就像现在我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标志 我在这提醒大家一点 这个没有一个严格的标准 这并不是一个工业标准 是每个房车公司自己写的 自己定的 所以每个房车说我是四季的 它的标准完全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在买房车以前 或者是选择你拿你的房车 是不是要冬天出去露营的时候 你一定要明白这些概念 一定要知道你的这个房车的 这些指标都是多少 通常说这个四季的指标 四季可使用的房车 是指什么呢 就是第一它的保温 有加厚的保温 第二里面供暖 我的就是主要是烧 Purpan了 烧天然气 烧天然气的炉子 要足够的功率大 这样的话 它能够使你的空间的温度 能够供上来 同时也要 在你的这个水箱的部分 和有管道的部分 要有加热 这就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差别 如果你没有这些 那么你这个就是普通的一个房车 就是三季的 或者两季的等等 就是普通的了 如果你有这些功能 基本上就可以叫做一个四季的房车 那么我们现在再来看 这个保温的性能是什么样的 通常我们说一个房车 就是由六面来组成的 顶 底 还有四个墙 那么我们先说保温 顶的保温实际上是最重要的 因为热量从下往上走的 是会从上面散发出去的 如果你顶的保温很差 那么你整个的这个房车的 整个的保温也就会很差 同时也就是隔热会很差 那么夏天你这个房车就会暴晒 晒得很厉害 常在保温的这个里面有一个指标 叫做R value 叫R值 就是看你的R值是多大的 但是R值 各个厂家的计算方法不一样 但是大同小异了 通常我们说 如果是这个顶你要到R值到R值 到R值的时候 就基本上达到了 在北方冬天房屋的R值了 就可以用了 另外一个就是底下的保温 底下的保温的R值也是很重要的 就是说我的地板 地板的保温是到了多大的程度 通常也要到大概将近R值 你就可以在冬天使用 这是顶和底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四周 四周就是墙 比如说我的房车 这个墙 这个墙 它是有多大的保温 它的R值是多大 那么通常的房车 就是没有特别加厚的 大概这个墙的R值 就是R7的样子 R7就代表 我外面有一层板 中间有一个大概一英寸的泡沫 然后里面又有一层板 大概就是这样 就基本上大概是这样的 就是R7的值的话是这样 实际上你如果在冬天 如果不到零下 比如说零下一两度啊 什么之类的 这个R7的值也就够了 也可以了 就是因为你的四周嘛 四周的散热是相对来说少一些 R7值也就够了 但是如果你要到更冷的时候 R7值实际上是有点不够 我现在的房车 就是我这个房车 其实它的这个四周 side 就是R7 稍微有一点点不够 但是就是等于你的炉子 你就要经常要用的更多了 在四周里面 除了这个墙以外 另外一个最重要的散热的地方 就是窗户 你的窗户 如果你是想准备冬天准备出去演营 或者是你想买四季的房车 你真是想到加拿大冬天 你去去露营 或者你到阿拉斯加冬天去露营的话 你一定要upgrade它的这个窗户 就是窗户要让它是双层玻璃的 因为通常的缺省的这个房车上都是单层玻璃 单层玻璃就很不够 那么我们下面当然还会讲 如果在单层玻璃的情况下 再去零下10度20度的情况下 你应该怎么样去做 这是这个二值 所以你要一定要了解你的房车的是多少 你想我的这个房车 它号称是这个顶 我这个是它是标注的是四季房车了 它的顶是2040到了 地板是到了2030 那么四周是到了27 大概这样的程度 我试了一下 在零下15度的时候 还可以 还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零下到了20度的时候 我的后面的水会有一点问题 这个就牵涉到另外一个 一个 就是说除了这个保温的二值以外 就要看你下面的我们叫做andbelly 就是这个大家都知道 这个地板和底盘 直接是有一个空间 这个空间就把你的冷水箱 清水箱 污水箱 各种水箱 都放在这个空间里面的 然后你的水管也是通过这个空间里面走的 如果你不是四季房车 是普通的房车的话 通常这个热气的管道是走在你的房车里面 就没有走在这一层里面 这层下面里面 这样的话 因为对你的房间里面就会经济实用 但是对你的水箱就没有任何的加热的措施 还有水管加热的措施 这样的话 你一到零下 你的水管和水箱就会上洞 洞了的话 你就不能够使用了 如果是四季房车的话 至少它一定是你在这个空间里面 也就算你的清水箱和污水箱 各种污水箱都是加热的 它这个加热 大家一定要记住 它指的是我的热气管道经过这个里面 然后使保证正这个空间不结冰而已 大概它能够保 基本上保证你这个温度是在一度两度 就是你的水不会结冰 而不是说和你的这个房间一样 我会把这个温度提高到20度 或者20度等等的 它只是保证它不结冰 另外一点大家要看你的这个是不是四季房车 你出去外面你可以看你的管道 有污水箱还有一个开关 如果这个开关是在保温层里边的 那么你就是属于四季房车 如果这个开关是在保温层外面的 就暴露在外面的 那一定是普通的房车 我们下面来说 不管你是四季房车也好 普通房车也好 如果你要想在冬天出去开品 冬天出去野营 你应该注意什么 外户我们说有三点 第一点就是你要有足够的取暖 所谓的取暖 我们知道都是用这个天然气来烧的 烧的天然气的就是直接加热的 加热你的你的这个房车的空间的 如果你的这个取暖炉功率不够 你不能够让你的这个房间的空间足够热 同时还要就像我刚才说的 在这个水的储存储存水的这个空间 保证让它不结冰 那么你就很难出去用 所以你的取暖炉的功率一定要够 这是第一点 其中有一点很重要 我是建议大家另外再买一个电的加热器 比如说像这样的 或者是其他的这样的做备份 同时你也可以用 如果你要是万一你的气没有出问题 你起码有一个备份的加热的 使你能够过下去 不至于使你造成耸伤 关于用的加热器有电的有烧气的还有烧油的 我是建议大家只要用电的就可以了 不要用气和烧油的 因为你在房间里面这么小一个空间使用的话 是会很危险的 第二是要有没有保温 保温的目的是让你里面的热不要散发出去 尽快的散发出去 那么你就会采取措施 第一就是把可能散热的地方都进行改进 进行督导 那么第一个能够采取的办法 大家知道来给我看一下 我们这个房车里面都会有好几个排分站 或者叫做这种露天的露天的窗 这个是很漂亮很实用 但是冬天它很容易把热排出去 这个时候你要买一些或者自己做一些专门阻挡 这个东西的一些产品 比如说像我拿的这个东西 它是有不同的尺寸了 看你的房车的尺寸是多少 你买这样的直接这样把它卡住 卡住了的好处就是 马上它的从这个地方的散热就会没有了 就会减少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小配件 但是警惕的一点 堵上了以后不是说把你封的全部死了 因为你有时候还是需要打开空气的 这个是提醒大家的一点 另外第二点能够做的 就是你要把你的窗户 就是把它的保温做好增强 大家可以买一些像这样的这种材料 这是一个reflective的这种保温的材料 非常非常的好 别看保温材料这么薄一点点 它的二值可以到了3.5 你把它罩着你的窗户的尺寸 然后检查一下 然后把它放在窗帘后面 当然有很多的人做得更美观了 他把它做成一个正式的窗帘的样子 然后每天可以升起来可以接下去 这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那么第三个就是你看外面你什么地方 还是保温不是很好 比如说像我的房车 我现在这是我们的外面来看 我现在的储藏箱的两边的门都是很薄很薄的 它会通过这个里面把里面的热量散出来 也就把外面的冷空气进去 我要把这个东西也要贴上一层 然后让它保温 那么保温还有另外的措施 其实最有效的 尤其是如果你在零下20度 或者零下15度以下的温度 还要继续使用的话 最有效的措施就是做一个像裙子似的 就是把你房车的下面都阻挡住 用这种泡沫 或者用其实用什么不重要 只要你挡住它的风就行了 只要在下面没有风来回刮 来回流动 它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如果在更冷的环境下 有的人还会在下面 因为围起来了 放一个加热器 让下面的水不要结冰 那么第三个主要考虑的问题 就是你的水能不能静得来 能不能出得去 我们说你能不能静得来 就是你的清水管 你要在零下的时候 你的清水管 你的清水箱是在保温城里 你能够让它不结冰 但是你的连接的水管 你肯定会有问题 这个时候有几种办法了 一个是你就不接水管 那不接水管 我就用水箱的水 如果我水箱没水了 我就外面弄点水 再灌到水箱里 这样是一种办法 就是很不方便 如果是你想连接水管的话 那么你就有一种办法 就是这个水管要保温 水管通常现在我们说 就是有这种加热电缆 就类似于这样的 加热电缆 这个电缆有各种尺寸的 根据你的水管的尺寸 你把它放在上面插上电 然后像这样绑起来 然后外面再放一层保温的材料 就可以了 同时一定要注意 如果你接在房车营地的水龙头上面 大家可以看到 像我的水龙头 它是水龙头的整个的管道里面 它是保温的 但是这个水龙头的接口的地方 是暴露在外面的 所以你要把你的加热的电缆 留下一部分 缠在水龙头上面 这样的话 这个水龙头就不会结冰 然后它就会自然有水流到你的房车里面 这是水能净得来 另外一个就是水能出出去 水能出出去 就是大家的污水管能够排 通常污水管是连在房车上的 我刚才已经说了 如果你是四季房车 那么你的污水管的开关的那个部分 实际上是在保温层里的 这样就决定了 你的污水的排放的系统是可以用的 但是你一定要注意 你不要把你的污水管一直打开 如果打开的话 它会水慢慢的会流 往上流的话 它会结冰 结冰在外面 把你外面给冻住 这就是几点关于冬天使用房车的介绍 还有一些小的一些产品的一个介绍 如果你有这些设施 那么你在零下15度到20度 你要出去露营 你可以正常的生活 没有任何的问题 今天我们大概就把关于 房车在冬天使用的一些注意事项和技巧 介绍给大家 就介绍这么多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疑问 请在下面留言 我尽可能的回答大家 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介绍这么多 谢谢大家 下次节目再见 节目再见 节目再见